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异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师父教你们要学会控制自己 万一控制不住自己怎么办 控制不住自己想发脾气的时候 刚刚跟你们说保持身口意清静 什么意思 想发脾气的时候 身体不要动 你就不会冲动 嘴巴不要讲话 你就控制住自己了 意念不要乱想 不管他骂什么 对你怎么样 对你怎么样讲 脑子干净不要去想 嘴巴不要讲话 憋住 任何行为都不要有 你就是慢慢的在化解恶元 要用自己最大的勇气 要用自己最大的勇气去面对和超越自己内心的阴暗面 凭什么 这个世界你知道什么叫有理什么叫没理啊 这个世界你知道什么叫你认为有道理别人没道理啊 全是为我所用 当你觉得有道理的时候就有道理 当你觉得这件事情没道理的时候 可能就是没道理 所以你们要学会控制自己身体上的毛病 修出身心的光明点 光明点是什么 正能量 当你恨这个人的时候 你要想一想 他曾经也帮助过我 当这个人对你不好的时候 你要想一想 其实我们都是守住同胞 这就是你的光明点 你才能用慈悲心来学会包容众生 要包容别人 如果你的母亲做错事情 你会原谅 如果你的孩子做错事情 你会原谅 为什么同样一个跟你母亲一样大年纪的人 他做错事情 你不能原谅他 为什么跟你一样 孩子一样大小的一个年轻人 他做错事情 你为什么不能原谅他 这就是不懂的包容众生 所以在人间善恶中 才能提升自己 因为你在善良当中 知道什么叫善的 你会改变 在恶的事情当中 你也知道什么叫善的 你以后也会改变 当你改变了 你就是在提升自己的境界 如果你今天觉得自己永远是正确的 可能你永远陷入在家庭的争吵当中 你觉得你每一句话说的都有道理 你已经陷入在功高我慢之中 随之而来的就是我执 我对的 我永远对的 没错过 所以你就永远不能自立立他 因为你的执着 你根本帮不了别人 所以要以众生之心为己心 人家怎么想 你怎么去帮助别人 能够让别人开心 是你的快乐 能够让别人安心 那是你的责任 能够让别人幸福 那你一定 非常的满足呀 所以人要学会这样 所以以众生之心为己心 你才能自立立他 所以在佛教界经常讲 要学会尊师宗道 适师如佛呀 这个为什么要适师如佛 有道理呀 因为你首先要知道 你自己的师父的道德 这个师父你愿意跟他学的 好 你跟他学 如果你今天事事如凡 你觉得你的师父像凡人一样 你必定会寻找师过 叫必寻师过 你就整天会找师父 这个地方不对 那个地方不对 然后呢 由此轻乏 过去在庙里 很多小和尚 对自己的师父 视师如凡 觉得他像凡人一样 你肯定寻找他的过失吧 对不对呀 这个时候你就会从师父这里学不到好的东西 由此轻乏 也就是说你 开始不尊重佛法了 容易走偏 这就是济光活佛 他在人间这么除恶 扬善 你看看有很多的 他们觉得不尊重他 他不像师父 你不了解 你不了解八万四千法门啊 条条大路 都能通佛海 所以你轻乎了 所以你轻视师父了 自障成就 你的自己的障碍就开始成立了 就是旧就是已经有了 就成就 所以过去讲 常想师父的功德 你自己会有功德 我师父很好 我师父很好 经常在做功德 所以我自己 你自己也会有功德 佛法记得讲 常念众善 己念异善 你经常想到别人的善良 你的念头一定很善良 你的嘴巴 你经常说人家不好的人 你说你的意念会好吗 因为你脑子里都是讲着别人的不好 那么你脑子里装的不就是不好的东西吗 很正常的一个概念 对不对 常念众恶 己念必恶 你一个人脑子里整天想着别人的不恶的地方 别人不好 你自己的念头必定是恶的 佛心上讲的 所以 经常 失散 这个人 会行善 常思 行善 己必 友善 自己必定心里面有善良 今天师父跟你们讲 经常想着你师父的功德 你会得到三宝的加持 因为你们跟着师父学 你们经常想我们的师父有功德 所以你们自己会得到三宝的加持 三宝的加持力非常厉害 所以为什么师父跟你们说尊师重道特别重要 我举个简单例子 你去读书 你连自己跟你上课的老师你都不尊重 你说你能上个好课吗 所以 尊敬师父 三宝 进入 所以古时候 庙里边 一个小和尚 一个沙弥 他尊敬自己的师父 三宝就在他心中 佛法上三宝 我问你们尊敬师父为什么三宝经 很简单 第一 佛法生 视师如佛 师父心中有佛吗 有 你尊敬师父 你心中有佛 师父是不是指法人 他在教你们学佛 教你们懂得佛法 是不是佛法有了 对不对啊 以身作者 守戒的师父 你就是等于 跟着一个 三人 你三宝 一定会进入 智障消除 智障消除 自己的障碍就消除了 佛幼天下 为什么说佛幼天下 实际上 你是不是天下的人呢 你尊敬你的师父 你自己的障碍消除 你是不是 能够得到佛上的保佑吗 所以由师父的功德 加持到自己的功德当中 所以一个人尊敬别人 你会得到 别人的尊敬 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你今天 赞叹佛的功德 赞叹师父的功德 你这个人 就会有功德 那个 稍微跟你们讲 深一点点 刚才这个已经算 非常非常浅的了 师父接下来 跟大家稍微讲 深一点点 绝授 因为佛的意思就是绝 绝者 佛的名字就是绝者 那么绝授细微 绝授细微 一个人的感觉 如果非常的仔细 非常的 又是非常的微妙 你感觉到这件事情 不好啊 你会受到 很细微的 心灵变化 和行为变化 和思维变化 举个简单例子 你今天跟这个人 第一次认识 你跟他没讲几句话 你会感觉到 然后你感受到 细微的变化 你不喜欢这个人 或者喜欢这个人 我觉得这个人有毛病 或者我觉得这个人 我很喜欢跟他交朋友 这个就叫绝授细微 因为 你内心中的光明 内心中的光明存在 它会 它会帮助你 来悟尽悟道 所以你对这个环境 好不好 你觉得会不会出事 悟尽 环境 然后呢 悟道 你一个人对学习的环境 你都不能够理解 你根本不要说 能够悟道 也就是说 你今天这个环境 不是你学国人的环境 你觉得不开心的话 你一定不会悟道 你今天觉得你跟着这个师父不开心 学不到东西 你悟不出道理 心灵法们传到大家的耳朵当中 有很多人说 过去我都听过佛法 我也知道很多佛法 但是从来没有好好修过 为什么 境界呀 没有到这个境界呀 你哪来的开悟到自己的光明星啊 你没有光明星 你能悟出这个境界 能悟出这个佛道呢 所以 绝授 因为会改变的 因为人今天 对你好了 你感觉很好 对你不好了 绝授 他会改变 绝授改变 我问你们 你们今天对他印象好 是不是过两天会对他印象不好啊 你们结婚的时候不是相互之间爱得来死去活来吗 结果结了婚没几年 最好他早点死去了 你活着也不要回来见我 这个死去活来了 对不对 因为你的感觉在变化 你所受的环境在变化 你人一定会改变的 所以悟道 只有悟道 他是不容易改变的 当你我今天心中有佛了 有菩萨了 我的内心 不容易改变的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 悟道不容易改变 要把佛法的深奥的理论 变成实践 泄化出来 举个简单的例子 师父跟你们说六波罗蜜 对不对啊 在家里 哎呦不能睡懒觉 哎呦赶紧起来 做做做饭做做事 抓紧时间 然后节省时间念经 这叫精进波罗蜜 对不对啊 然后呢 老公讲你了不开心了 但为你不开心了 哎呀我忍呐 我是学过人 他没学 他骂我没关系 我不骂他 我能够忍辱 你就是拥有了忍辱 波罗蜜 师父讲的这些 都是把佛法 深奥的理论 变成实践 显化 听懂了吗 所以 内外可以相互 有路 内是什么 内是修你的内心 外 就是外环境 你也要修 举个简单例子 你天天在家里念经 你老公不相信的 你这个外环境 对你不好 所以你不单单自己要坚定自己的内心修 你还要每一天 像菩萨一样对他 好得不得了 让他感受到你学过之后 你真的不是一个普通人 让他感动 他也帮你一起烧香念经了 这个时候 叫内外相互融入 然后得到正悟 你就是真的学过人 他叫听懂吗 所以 一个人 悟道 悟性 还有一个 最深层的 内心的 一种禅 他不在外面 不在中间 不在里面 他在哪里啊 他哪里都没有 他不是说你今天在外面环境碰上了 不开心了 哎呦 佛法来了 教导我要开心 今天我心里想不通了 这件事情 我想想通吧 哎 我佛道又来了 然后呢 到了最后呢 真正的不行了 哎呀 佛心来了 我要善良 我要慈悲 然后慢慢的 你觉得 哎呦 我想通了 实际上 你要记住 佛法是一个 颠覆伯魄魄的 真理 永远会变的 你这个才叫悟道 所以 觉受是什么 觉受 觉受 师父就是告诉你们 你在修行当中 你的身体的感觉 你的心灵对佛法的感觉 你气场的感觉 当你身体的心和气场不变的时候 你这个受 那是悟道 当你身体的感觉和心灵的感觉 啊 和气场的感觉 你变了 你这个人 就没有得到 觉受 实际上 人的感觉很敏感 人会知道 对方想什么 对方对你怎么样 是真的 还是假的 所有的一切 都是一种 觉 当你有这个 觉的时候 你才会悟道 你才会 哦 我悟道了 所以人家说 我悟道了这件事情了 是一件悟道 觉受呢 是一种 生成的意思 受 是一种生成 所以人家说 受苦 有好几种受苦 肉体的受苦 都是外面的受苦 这是我们说的外面 比方说 你腿摔伤了 皮擦伤了 流点血了 这些都是外面的受苦 这个不算受苦 最受苦的是什么 内心的痛苦 解脱不了 放不下 所以 生到最后 一个人 生到最后 完全 拥有了 不变的 感受 比方说 我今天学佛学到之后 我明白了 哎呀 真的是 佛法不会变的 一个好好的 人 学佛学到后来 他会觉得佛法 没改变 你看看 两千五百年前 我们佛陀的那些佛法 到今天 我们还受用 他变了吗 他没有变过 那么人 为什么 有的人学得好 有的人学不好呢 那不是佛法的变化 而是 人在变 听懂吗 就像很多人一样 婚姻没变 感情变 所以 佛法的 融入 你一定要 觉悟到 佛法 不会 轻易改变 我今天 找到了 佛法 这条路了 我就一定 走下去 我靠着 观世音菩萨 我一定能成功 我今天 靠着观世音菩萨 我一定能 悟到 那师父讲一个 活法的道理给你们听听 你们就知道 只要坚持这一条 你一定能成功 别人对你怎么样 你不要看得太重 你只要对别人好 很多人为什么会办当中不好的 就是因为 他对我不好 我凭什么对他好 他这么害我 凭什么我不爱他 他这么骂我 给我眼看 我为什么不这么报复他 这就是人 菩萨 你不管怎么样 我永远这么慈悲的 对你好 所以 你不要去相信 他会改变 因为你不变 对方才不变 你变了 对方才会变 所以佛法的不变 才会让你们 永远的 物道 不改变 不改变 谢谢 you 谢谢 谢谢大家